哎呦,别挡我的屈辱 这石头挡一下,挡一下 哎呀,哇 哦,哎呦,这 啊 大家好,我是巴尔海之鱼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要来玩一款冒险游戏 这款游戏呢,有点类似于《一下场梦魇》 但也不完全是 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是基于北欧神话 背景呢,是设定于一个黑暗世界的恐怖冒险游戏 探索这个世界,并且最终目的 是要拯救自己的妹妹 哦哦,有点意思 那目前的游戏呢,还是个试玩版啊 废话少说,直接开始新游戏 哦,这个背景音乐 有人在唱歌 确实有一种北欧神话的感觉 是一个金发小女孩 哦,她应该是我的妹妹 我应该要去救她 主角应该是个哥哥 哦,她是被抓起来了 什么东西抓住了我 石像鬼吗 之前为什么会不抓起来 然后这个怪物好像是被石化了 超大的鼻子 大鼻怪啊 还好这个怪物石化了 我得救了 看来这个世界曾经遭受过什么灾难吧 她在干嘛呀 找平衡感吗 你要走就赶紧走啊 就一直站在手上 都不知道干嘛 又不会摔下去 哦,哦,这是我要操控了 哦,嘿,我还一直说她呢 哦,走走走 故事就从这怪物的手上开始了 哇,这是大蘑菇吗 我应该是小人吧 这么小的一个人给我一厘米 够吃我一个月了啊 哇,这小人跑得还挺快的 蹦蹦跳 救妹妹去喽 按空格键可以跳跃的 好的,我知道了 走 哇,这个视角啊 有点神奇啊 像什么眼的话都是横板的 但这个呢,视角会随之变化的 哦,下来了 看来我真的是个小人呢 你看看看 这草地 差不多快赶上我的身高了 花朵甚至都有比我高的 哦 确实有种北欧的风格 我刚刚好像看到这个石块上面 有个小人呢 是个精灵吗 戴着红帽子的精灵 不在了 哇,远处那是什么 梅花露吗 一脚把我踩扁算了吧 这人类也太小了吧 这真的是一个恐怖游戏吗 游戏的介绍它是个恐怖游戏 这完全不像恐怖游戏好不好 哎,前面有鸟哎 我能不能抓几只来 当我的坐骑 急着带我飞吧 哎,话说坐骑这个字啊 我在小时候接触的是坐骑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念的啊 我记得好像语文老师教我念的是坐骑 难道我一直都念错了吗 大家可以把你们的念法 打在评论区中让我知道 哦,看左上角有个什么东西啊 坐骑吗 是个刺猬 哦,哎,就是这个红帽子 我直接在舌头上看到了 哎呦,居然有比我更小的 哈哈,真可爱 哎,要是不说这是恐怖游戏 我真的会觉得 它是一个类似于童话的那种冒险游戏 哦,哇,骑刺猬 还在它上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要去哪边,过河吗 刺猬可以游泳的吗 哦,哎,真的可以 哎呀,真可爱 前面掉的是一个蚯蚓哦 刺猬是吃蚯蚓的吗 哎呀,不怪怎么样 这小刺猬好可爱啊 带我上岸了 哇哦,这游戏我觉得不错哎 有点像小小闷眼,但又不完全像 它这视角是多变的 哎,这下来要去哪边啊 应该是一直往左边走吧 哎,不对,好像不是 哦,往上走 嗯,荷叶是挡住我们去路的 往上去就可以了 能不能加速走吧 这小刺猬,你屁股扭得快一点 四驱呢,还走得这么慢 好了,上岸了 哦,那红帽的小人上去了 那所以说我现在该怎么下来呢 按R键吗 哦,R键就下来了 好了,下四位你是自己待的吧 那红帽精灵去哪里了 他不在了 一溜烟呢就跑了 哎,我也能跑步哎 我能看清自己的脸吗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脸呢 哦,红帽精灵在上面等着我呢 你的帽子能不能借我戴一戴啊 你的帽子好可爱哦 一口一个嘎嘣脆 哇,好治愈 好宁静的感觉 完全不像恐怖游戏 应该是往上走 那红帽精灵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自己应该回家了 哦,这蒲公英是可以动的 哇哦 哎,还光着屁股哎 哇,好可爱哦 别跑啊,能不能抓一个丸啊 哦,哦,等一下 我怎么才发现上面有一个石像鬼啊 我听见呼噜声我才注意到 怎么办怎么办 他会不会把我抓住啊 哈喽 喂 喂喂 睡什么觉 哎呀,他好像打了个喷嚏啊 我们这个人物好像打了个喷嚏 是这个蒲公英的效果吗 那我知道了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 我把一个小蒲公英赶到那边去 让这怪物打喷嚏 是不是可以 嘿,过去过去过去 对,就到这待着 哦 打了个 打喷嚏了吗 醒了 哦,他是好的哎 他知道我要过去哦 我可以站在他手上 把我送过去 哎,这个石像鬼是好的 谢谢 好了,你继续睡觉吧 哎哟,红帽精灵 你在这干嘛呢 哎哟,真的好可爱哦 还给我指方向啊 让我过去 去跟他走嘛 哟哟哟哟 干嘛,干嘛 爬我身上 啊,坐在我头顶上啊 啊,相当于我也戴了个帽子 哎 能不能把他给甩掉啊 给走开啊 我要你的帽子 我不说你的人 走吧,走吧 跟上他走 哦 哇,那是什么东西啊 蒲公英的 成年的蒲公英啊 哇,好可爱的屁屁啊 都在看着我走哦 哎哟,这个小人 真的好可爱啊 哈哈,特别是那个屁屁 真的好可爱啊 哎,这什么东西啊 哦,哇 这什么东西啊 木头玩偶吗 好吧 收走了 那接下来应该不是往下走吧 下面好像不是哎 哦,往这走 往这走 这有路的呢 按住Ctrl是可以蹲的 早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会有恐怖场景呢 这是个恐怖游戏 能不能尊重一下 它是恐怖游戏的设定 让我往上走 走木头 哎,这木头很宽的呀 有必要保持平衡吗 哦,下来了 哦,我是把这个小孩送回父母身边的 嗨 哎哟 眼睛都遮住了 您看得清楚啊 哦 哦,开始了吗 哦,前面是教学官对吧 哇,这是个射魂曲吗 我听的这首歌好像会不由自主的舞蹈啊 哦,然后掉下去了 啊 救命啊 滑上什么地方啊 啊,滑上了树洞吗 哇,都滴下去了 哎,怎么还有手电筒啊 哦,这不是手电筒啊 这是发光宝石 这场景切换的太快了吧 之前还是美好生活的呢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恐怖游戏的感觉了 哇 哇哦 哇,差点 哇,怎么走怎么走 我得出去 哎呀哎呀哎呀 哇 哎 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铁龙吗 能不能跳过去 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爬过去,爬过去 然后再跳 跳过去 哦 往上走,往上走 哦,好刺激 呦 哎呦,这什么 笼子里面光了像我一样的人类吗 我是可以救他的吗 可以把他推走 哦 是往前 对把他推下去吗 哦 哦 哦 瞬间跳过去 嘿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呦 哦 好可怕 好刺激 我感觉这游戏应该会很好玩 虽然说是个试玩版 但有点期待他的正式版 哇 那个树洞下面是蝙蝠吗 啊,真的是蝙蝠啊 看头顶 哎 你们不要吃我哦 哇 这是个电梯吗 啊 啊 往下走的 啊 好吧 我以为是往上走的 但不过另外一个电梯是往上走的 哎 哎 这这 哎不对啊 这怎么过去呢 哎呀 哦 电梯 电梯下来了 但是这个木板往下要保持平衡的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哎 哇 差点掉下去了 哦 原来是还有路走的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什么呢 哎呦 糟糕糟糕 哎呀 我脚下这个木板好像是可以移动的 有点远 我得让它 这样跳过去 这样才可以 再往前倒一点点 好 再往前倒一点点 我就可以顺势过去了 哇 好刺激好刺激 又有这个东西啊 没事 没事没事 这种事情 我是高手 哎 天 哎呦 我路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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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害我 别伤害我 我等会就放你出去 哎 谁放你出去啊 我自己走 我自己出去 哎呀慢慢待着吧你 哈喽 有人吗 哇 好可怕的声音 往前走啊 哎 好像是要下去吗 哦 哦 哦 图腾 在讲述一个故事吗 重现有一个恶魔 哎那个是 吉他吗 会弹琴的恶魔啊 然后 蛊惑了人类啊 还有壁画吗 让我看一下 好像是的 接着 那恶魔把人类都给弄死了 生灵涂炭 接着这个恶魔吸取人类的洋气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哦 出来了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重见天日了 哦 哦 又是这个音乐 哦 不能听 不能听 哦 这个音乐好像是 把人类吸引到怪物身边的 哪个怪物啊 我直接跳 哦 哦 哎 就这 啊 哦 他看上我了 这是女鬼吗 哎 哦 我淹死了 哦 走荷叶 哦 我知道了 呦 这转头好可怕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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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水了 这是个水鬼了 哦 这什么地方啊 沼泽吗 能不能蹲下呀 这个地方不能蹲下 他已经看见我了 这可怎么办 哎呦 三个小 小精灵 还看着我干嘛呀 这里有一只手 哇 石像鬼 大鼻子石像鬼 那个女鬼不吃精灵的吗 只吃人类啊 呦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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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声音会把女鬼给吸引过来的吧 快点赶紧走 哇 哇 哇 好可怕 哎 别拍死我 哎 没抓到 没抓到 我先走了 拜拜 这才是恐怖游戏嘛 前面那是什么美好生活呀 有 追手战马 赶紧走 赶紧走 他会拍走 我走过的那个河叶 哎 不对不对 是往这边走吧 对 没错 呦 女鬼上岸了 好可怕 走哪边啊 走哪边 走哪边 往前走吧 啊 不要追我啊 哎 哎 是不 哎 啊 被抓住了 哦 哦 直接咬断头 哎 怎么从这里开始了 快快快 快走 不要被他吃了 突然有一种像进击的巨人啊 刚刚被他吃掉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 往上走吧 应该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哇 他还会爬上来吗 怎么听声音他还在爬呀 水鬼上岸就不灵活了 嘿嘿 他好像没有追过来了 哎 他又在 拉小提琴哦 哇 哇 这是阴波攻击吗 哎呦 哇 按摄的蹦跑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哇 快快快快 躲一下 躲一下 哦 躲这 来不及往前走了 躲一会 好 赶紧出发 小机器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这女鬼 生起来这个艺术家 走走走走 躲这 啊 岸上抓不到我 哎呦 哦 这石头也是可以 挡一下的啊 来来来 好 挡住了一次 可以了可以了 躲一下 哎呦 差点差点差点 怎么还有小石头的呀 哎呦 别挡我的去路 这石头 挡一下 挡一下 哎呀 哇 直接正没了 哦哦哦哦 好了 躲过去了 在这儿躲一下 哦又有石头 借住石头躲一下 哎呦 好了好了 赶紧赶紧 下一波只能靠这棵树了 哦呦 哎 居然没伤害到我 还有吗 好像没有了 好像不会有音波攻击了 按住 哦 按住可能就躲草里 哦 没有发现我 之前在树洞下面 那个石壁上 画的恶魔 应该就是那个水鬼吧 怎么在水里呀 在水里可是水鬼的天下呀 这什么地方 又是地下吗 前面还是有东西 骷髅头 哇 哇 哎 以第一人称方式观察哎 这好像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哦 跟我一样大的 有本书 哦 是那个水鬼的武器 就是他 生前就是个音乐家 是个男的 好像在生前被人群殴了 哇 然后变成水鬼 报复人类 接着全部死亡 哇 这就是水鬼的由来啊 原来如此 嗯 好吧 继续往前走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目的是要救妹妹 什么水鬼不水鬼的 不关我的事哦 我现在知道了 有这个杂草呢 就是去路 快冲啊 冲冲冲 莫名其妙的又来到了地下了 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哎 说出去就出去了 嘿嘿 希望不要再遇见什么水鬼了 啊 啊 啊 我 我 嚇我一跳 我 这这一波真的把我吓到了 我天哪 整个人弹起来 哇 这个游戏玩法多种多样呢 有意思 哎呀 不要碰到石头 好的 顺利躲避 那个水鬼不会一直在后面追我吧 何必呢 我这么小一个人了 又填补满肚子 你找大一点的人呗 那之前那个梅花路不是正好可以填补肚子吗 我这么小一个人撒牙分都不够 啊 抓住了 好可怕哦 啊 我跟水鬼一同下去了 哦 试玩版结束了 哎呀 这游戏居然结束了 玩到起劲的时候居然就这么结束了 啊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怎么样呢 我可能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目前还是个试玩版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游戏呢 如果是喜欢的话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评论区中让我知道一下 等这版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考虑玩这个游戏的正式版吧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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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